去有风的地方正在热播中 该剧一上线便吸引了一大波观众 神仙姐姐刘依菲太会挑剧本了 2022年爆火的梦花录中 刘依菲就饰演了女主角赵胖儿 去有风的地方中 刘依菲饰演了许红豆 许红豆因为闺蜜去世 生活和工作陷入低谷 才选择去大理营苗村有风小院休息条素 许红豆也因此认识了此剧高薪工作 回乡创业的当地人写之谣李线饰演 最终许红豆和谢之谣走到了一起 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看到李线和刘依菲走到一起 他们的CP感很强烈 上人一下则想起了李线和杨子的CP感 那么同样演李线的亲密爱人 刘依菲和杨子放在一起对比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刘依菲留一眼活了许红豆的焦虑 最终以自己达成和解去有风的地方中 刘依菲饰演的许红豆是一个都市精英 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每天过着精致的生活 她的生活里小缺性很多 仪式感必不可少 在外人看来 许红豆是一个热爱生活 善良真诚的好姑娘 闺蜜的意外去世 许红豆才直面了人生 因为许红豆和闺蜜 有个一起出游的约定 许红豆辞职便来到银南 她想借助旅游寻找优势的自己 也让已经过世的闺蜜安心 最终 许红豆获得了向上的力量 还收获了唯美浪漫的爱情 整体下来 刘依菲演活了许红豆 刘依菲在剧中的穿搭 也很时尚 也算是带火了穿搭 向观众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 刘依菲和李线的CP感也很强 许红豆内心十分悲痛 闺蜜去世 让她直面了死亡 好在最无助的时候 谢之遥及时出现暖心相伴 许红豆才治愈自我 生活真正的自己 李线对于刘依菲来说 是治愈性爱人 刘依菲最属于一个肩膀的时候 李线恰巧出现 她让她感到了温暖 她让她心安 她让她卸下所有宝贝 只为和她补写一段优美的恋曲 李线的颜值配上刘依菲的颜值 两人的爱情也算是势均力敌 非常好客的一对情侣CP 杨子 杨子演活了童年 杨子和李线的吻戏 唯美浪漫 亲爱的热爱的钟 杨子饰演了童年 而李线饰演的韩上妍 是一位热血青年 立志为国出战 带领一群年轻选手 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 当韩双妍被童年的端唇和停留 已经偶然的羞涩吸引后 韩双妍也花式聊起了童年 韩双妍和童年确定关系后 两人迅速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他们在剧中的吻戏也特别的甜蜜 看的人脸红心跳的 看他们谈恋爱也是一种美好 再说他们另外在一起的画面像真情侣一样 李线也因为韩双妍这个角色大火 资源好的爆棚 更是引来人气与事业的双巅峰 李线也凭借韩双妍一脚 收获了一波少女粉丝 整体下来 杨子和李线的CP感特别真实 就像是生活中的真情侣一样 很多观众刻了剧中童年夫妇的CP 竟然私底下要求李线和杨子在一起 因为他们太般配了 现实生活中杨子和李线是老同学 他们彼此多年零点为对方庆身 这份情谊献煞他人 同样演李线的亲密爱人 刘亦菲和杨子放在一起对比 有何不同 李线和刘亦菲在一起 李线就是那个治愈性爱人 因为刘亦菲太美了 李线就得做好那个免他惊扰 免他无处安身 让他有个家 让他感受到爱的力量 李线vs刘亦菲 他们是一对天选CP 指的客 李线和杨子在一起 李线就是那个温柔男友力 爆棚的男朋友 杨子可爱笑皮 李线偶尔给他寄鞋带 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很浪漫 就像是大绝校园里的情侣一样 李线vs杨子 他们太像真情侣了 就算接吻也很自然